嘩!滾了! 滾完了! 滾完了! Hello 各位朋友,歡迎回來高達老母 Welcome back to Gundam Lomo 可行去大陸交達老母 今個星期的新機就是這件東西 名字我亦不會太考究它,總之它是一個球形的物體 我這個副帳號就抽到這部機,所以特別拍一拍 這段影片跟大家研究一下這部新機,看好不好玩 例牌都給大家看看這個介紹是什麼 大家可以暫停它,自己參考一下 首先跟大家看看強化清單 去到LV5?6? 加HP 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呢?因為這部機 其實都是我有史以來覺得最難設定的一部機 它就可以回復時間減3 大家都猜到這部機的回復速度應該 推進器的回復速度應該是相當慢 都是加上HP 雖然我一開始看到HP有16000,好像很棒 但是呢 告訴你其實這部機是很不夠防禦力的 這部機 格鬥都只是加1這麼大把 我們現在開始看看 因為這部機的設定都真的相當奇怪 設定之前呢 我們都看一下技能 突擊虛進有LV2 其實我覺得不是太大作用 你跳起的時候會快一點 而且在空中的時候 反應效果就不會那麼顯著 高性能平衡LV1好跌 AMBAC有LV2 也是在太空的時候才能用到 格鬥有3下 突擊機有3下 又很正常 腳步減陣LV2 OK 但是呢 它就沒有了一個叫做強噴 突擊機沒有強噴 即是你很難出到這個格鬥的連擊 有些東西沒有數的 那我們繼續講 防包有LV1 這個很搞笑 頭部特殊緩充 我們看看它的樣子 你看它的頭部 究竟是身還是頭呢 還是手腳腳從頭生出來 還是頭小到只剩下眼呢 這個我是真的完全不理解的 好了 那麼 水中射擊呢 待會再試給大家看 而這個新東西 什麼東西是抵抗兒童改呢 會消耗15% 不是 15格的推進 跟著又會做到損害 待會呢 就會跟大家試一試 好 那 看看體質先 這部機器 是16000的血 似乎在350格來說 是挺好的 但是防禦力來講 我們開回 我們開回350的機體 防禦力來講 都十幾 大家都十幾 差不多 這個 又不是特別少 只不過是實彈防禦那裡 真的特別少 至於攻擊呢 很有趣 特擊機 他都給你一個格鬥偏高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近距離的格數 真的偏少 速度來講 130算OK 高速如移動都算不錯 但是推進器 你可以看到 是明顯偏少 55 一般來說 我推進器 我加7 都60 所以我覺得 推進器 真的不多 你看看這個 支援機 我都加到67 但是 這部 所謂的突擊機 我覺得是偏少的 而回轉66 就算是高的 看看武器 主武器 這個射擊 是可以水中射擊 可以一百刻打停 過熱率 都挺高的 都要隔四秒時間 才可以射第二炮 這個要留意的 爪擊來說 350cos 的格鬥威力 都算高 有1900 另外就是 這幾樣東西 分別是 這個散射的炮 你不要以為是乘四 乘四都要射一次 然後 你就要等18秒 相當久 不過 用來救命 是一流的 乘四 就是說 如果中了四支 通常都中了四支 如果近距離的話 有2000 都可以打停到敵人 而這個 就要站定定在這裡射 給大家看 可以打停到對手 不過 如果你失敗了任何一炮 你都打不停 這個都要小心 而這四支火箭炮 都是可以打停到對手 都是那句 跟這個一樣 射不完 就打不停 但是有個好處 可以一邊走一邊射 時間關係 我就已經設定了機體 先講講我快捷鍵 大概的概念就是射停的對手 這個主炮可以射停 這個也可以射停 這個和這個都可以 所以我就會先用這支炮起手 因為它只可以站定定射 我放了在圓形那裡 先射停了 如果不行 那就再用其他 譬如飛彈仔 或者是散射炮 最後我才用這個主炮來拉近距離 待會我再示範給大家看 我的概念是怎樣 而剛剛也有講 在Past Lock來講 都算是極度奇怪 在這裡 我完全是加不到格鬥攻擊 因為只有三格 而它移動 剛剛我也講 不是那麼夠的 我試過找Level 2 是沒有Level 2的噴射控制器 因為Level 2的噴射控制器 已經是會用了近距離的格數四格 所以是根本放不下 所以唯有用Level 3 Level 3 就變成一個先缺的優先條件 是一定要放進去 否則我這部機體 本身是不夠 55000是不夠用的 好了 變成65之後 第二樣考慮的東西 就是加血 其實都加不到多少 因為放不下 所以只能夠加新型骨架Level 1 譬如舊這些骨架 基本上是完全放不下 然後呢 反過來 就加了射擊強化 最後剩下的格數 才用來加十彈的防禦 你變成現在的防禦力 就好像正常了 射擊力又 射擊的攻擊又好像正常了 因為其實這部機本身大部份 都是射擊武器的 這個攻擊力 隔壽攻擊力多些 都只是一個輔助 反而這個 是用來叫做寶釘的 好了 組裝這部機都是相當困難的 我們不如快點 趕快去試試這部機給大家看看 好了 循例我們都先試一些移動 然後再試一些武器 和連擊 都是由這裡開始 我們這部機本身 已經加到65的噴射 看看可以去到哪裏 來到這個位置 真是四分三個圈 所以移動的距離和速度 其實不是太高 剛剛都說了 機體本身沒有強噴 看看可以試一下噴到幾下 哈哈哈哈 三 四 五 大概六下 沒有強噴的話 做不到一個即時的反向噴射 所以欠缺了一個靈活程度 不過最過癮的 他剛剛最後有一個新的移動 他其實是一個急迴的 一、二、三、四 可以去到五下輪 這個滴的 這個滴是否可以有什麼特別作用呢 大家看著不要眨眼 他同時可以做到這個傷害 這裡 一、二、一 一、二、三、四、五、六 到後呢 滴的時候呢 都是會扣到敵人的 這樣呢 再試一下自己 很過癮的 其實最多可以做到三下 好了 這裡特別跟大家試一下 在水中射擊 主炮呢 是可以這樣一邊飛一邊射 但是呢 其餘這些武器呢 都不可以一邊推進一邊射的了 特別提一提 這部機器呢 就不是水中式性的機器 所以看到Seed是下跌 雖然他的樣子是很水中的 不過這部是宇宙機來的 那好啦 我們試一試轉換武器 主武器啦 這個移動的飛彈 站定定的射擊 大家看到那個 切換的速度呢 都是差不多的 去到散彈 就慢一點點 但是呢 如果做一個拉近距離來說呢 都夠時間做的了 而格鬥武器呢 那個切換時間都是差不多的 那好啦 我們看看蹲下 這個主武器呢 蹲下 蹲下 啊 剛剛睡了啦 哈哈 是睡了啦 OK 躺下可以射 躺下可以射 那這個飛彈 躺下也可以 飛出來啦 但是我猜呢 躺下的這個散彈呢 就不可以了 對啦 做字 切換了 那試一下距離呢 剛剛我忘了說距離 那 這個主武器呢 應該是最遠的 那我就拿這個主武器來做標準了 大概這個位置 對啦 我猜應該是350 那 好啦 那這個呢 都可以的 好啦 一定要中完才能打得停 那 而這個飛彈呢 飛不飛到這麼遠呢 不行了 看一下最近 這個散彈呢 都射不到這麼遠的了 其實都是散彈的 OK 那試一下飛彈 最近的 我想這個位置也可以 就是啦 這個位置左右的呢 250 差不多啦 好啦 射完四隻呢 才會刪到的 那我們等一等 可能近一點點 咦 那 這樣就中了 好 我們先試一個格鬥吧 因為格鬥呢 是手轉的 那也要注意一下 這個N格 我覺得好像差點打不中的了 那所以呢 其實人的準星要去到這個位置左右 那個距離呢 如果N格呢 這樣都OK 那但是呢 如果用橫格呢 就不行了 打不中打空氣的了 而橫格的距離呢 這樣 也都是 打得中的 好 組合開始呢 我先來一個立定的射擊 一定要中完幾下 然後這個呢 不行的話呢 我就用這一支 或者是用這個 然後呢 拉近距離 就踢下去了 2 3 4 5 6 哎呀 差了一下 這樣呢 然後呢 就可以走人了 我看看試一次 可不可以向後走 即是這隻機呢 我覺得好玩的地方呢 就可以用 捕人呢 有論敵人 都幾過癮的 來再一次 再一次 哎呀 差下 哈哈哈哈 不過呢 唯一一樣 我覺得比較危險些 就是它的下格呢 是比較慢的 應該很大機會呢 會被 吃人呢 反格到 好啦 實戰又來了 這個實戰呢 我自己都不知道錄了多少次 因為這部機呢 其實是有點難用的 我覺得 那變成 打三次呢 都是贏一次啦 還有 剛剛我也說的 那個 機體配置呢 那個快速鍵 就說呢 這個 這個 飛彈呢 還有這個 立定的射擊呢 是有點困難的 要打停是不容易的 所以呢 其實都是要靠主武器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唉呀 不要啦 主武器 還有這個 散射的 炮 去做回打停 然後呢 狂撞 哈哈哈哈 中 中中 好啦 好啦 即是用來拘捕就換句 好啦 就換句 嘩 走傷 即是走死 哈哈哈哈 打不中啦 哈哈哈哈 打不中啦 打啦 應該用散彈的 沒有啦 剛剛呢 我改了快速鍵的關係 剛剛呢 都還未是好 熟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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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呢 應該真是多些用這個 這個 多些用這個 米加粒子炮 那他做一個 我 哎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一起弄爆他 搞笑 好 他打不中啦 要這樣 去做補射的 那支槍 這支槍呢 不行了 沒了武器了 已經射光了 已經給我 又不夠遠 好 一槍都不中 一槍都不中 你不敢 想著你這麼好心 射光了 掉下來又射不到 又沒有斗 糟了,三個維護我了 難搞 射擊還是一定要靠主炮 是否彈彈才能弄得好 又不准弄錯 兩架就弄不成了 兩架就弄不成了 還是用主炮 弄死他了 都是這樣結束了 我看到他的頭部爛了 其實整個身就是頭部 出生米只剩下兩個同伴 我也不知道應該怎樣幫他們好 這一隻 這隻是假的 這隻是假的 打得停 很慘 不是要打這隻 是假的 後面有一隻 弄不上去 又打不停 唉,只剩下頭 只剩下頭 我的同伴都還沒撞到炸彈 糟糕 最後一分鐘的攻擊 我可以做些什麼呢 打停了 你能不能打得好 你弄不成功 弄不成功 十幾秒爆嗎 可以嗎 都不夠分了 差那麼遠 唉呀 走了 搞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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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破一下 啊 滾爆他 呀 呀 呀 這下真是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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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老實實 我其實打算放棄 錄完這次 我打算放棄 因為錄了幾次 其實打不到一個 我比較滿意的一次戰鬥 這次也是滿意 贏到 看回這部機 老老實實 其實是難用的 對於我一個喜歡近戰的人來說 這部機 其實很依靠射擊去打停對手 不過這部機 不過是好玩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 當然可以抽 如果大家沒有這個信心 去做一個滾地沙格鬥 我想大家可以放棄 因為無論如何 這部只是一個兩星機 好不好玩好不好用呢 就自己大家判斷 如果你給我比較 350個課程 我會用回蛇仔鳴 就會開心些 好了 今次的機體測試 就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看 希望幫到大家 有什麼留言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的連擊組合會是怎樣 就這樣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記得Like、Comment和Subscribe 還有我的IG、Facebook和MiiV 就這樣 我們下次見 嘩有金箱 我們總共有兩個金箱 今次的10抽 就可以省下6個幣 好了 就這樣 下次見 拜拜